柯文哲呢 他是被擠壓滿兩個月 日前是被裁定在延壓兩個月 所以呢在5號的時候 柯文哲的老婆陳佩琪 就跟小草到土城看守所 外頭來靜坐 幫柯文哲加油 他也說呢 真的很想念他 不過陳佩琪和立委黃珊珊 就被募集到 他們是到了返洗以前的顧問公司 外界就在擔心啊 你是不是要提前來討救病 如果我懷念她的時候 就跑到辦公室去晃一晃 陳佩琪現身土城看守所外 和小草一起靜坐 這次他還帶著阿伯娃娃 陳佩琪說 這個娃娃現在就像 他的另一半一樣 想念柯文哲的時候 就會放在這邊 下回見到柯文哲 恐怕是明年的事了 陳佩琪可不是默默苦等 而事先找好了救兵 就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被嚴壓兩個月的敏感時刻 在昨天四號下午 就被募集黃珊珊還有陳佩琪 來到了萬華長沙街的 拉斐爾凡洗錢公司 兩個人就在電梯外 和拉斐爾的人員 討論洗錢跟對價等等的關係 毫不避諱旁邊還有其他民眾 四號下午三點鐘 兩人搭著白色轎車 來到拉斐爾凡洗錢諮詢顧問公司 進入大樓後商談一個小時離開 因為傳出後續檢調 將傳喚陳佩琪跟黃珊珊 這次急討救兵 恐怕也是要替自己做好最壞打算 而拉斐爾凡洗錢顧問公司的創辦人大有來頭 是前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慶琪仁 過去擔任檢察官時 是全國唯一擁有凡洗錢師證照的司法官 更是當年偵辦前總統陳水扁洗錢案的檢察官 對此拉斐爾顧問公司低調表示不針對個案回應 但特地與偵辦扁案的檢察官面談 背後目的引人聯想 記者東晴瑞 蔡碧瀟台北相關報導 不過柯文哲案偵辦至今好像越來越真 這個風向好像變成了定向球了嗎 我們就要來看到 因為呢現在傳喚了蔡碧如 就在昨天的時候有傳喚她倒案嗎 那麼陳佩琪呢 黃珊珊剛剛也有看到 他們是急敲了反洗錢的門 難道是要提前討救兵嗎 好 接下來看到了被爆料 媒體週刊不是一週一爆料嗎 這個難道是真的真的會讓大家的信心動搖嗎 因為就在媒體週刊爆料之後呢 說這個柯文哲他是在市長市 直接收了審刑金一千五百萬元 而且是現金賄賂喔 這個時候呢就有一份最新的民調出爐 我們就來看這個民調的數字啊 的確可以發現大家好像都偏向週刊報導一點點 這個問題是以目前案情的發展 就你個人來看 到底柯文哲有沒有來土地廠商 可能有似乎這個民調有慢慢上升的趨勢 是超過了一半來到58.2 沒有變成24.0 大概是兩成多一點點而已 那麼問到第二題呢 說以目前的案情發展 就您個人看法而言 覺得柯文哲在金華城趕建案上面 到底有沒有貪污收賄 又是一個引導性的問題喔 好可以看到呢 覺得有的人也是超過了半數 來到56.2 可能沒有的稍微增加一點點 但是還是很少喔 只有兩成屋左右 可以看得出來呢 大家似乎說不被帶風向 可能還是有一點洗腦的作用在裡頭 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這個週刊媒體爆料之外呢 再加上北檢他們是一起聯手嗎 北檢這邊的部分就是傳喚蔡壁如 查他的變遷手遇 昨天是偵訊了五個小時之後 被請回了這個聚焦的關注焦點 就是蔡壁如曾經寫給都法局長林周明的 變遷手遇上頭 還有鼎月開發前董作朱雅虎 曾經有傳過訊息給蔡壁如還有張哲陽 疑似呢 是透過政治獻金來行賄柯文哲 對此呢 蔡壁如沒有對變遷的真偽予以否認 所以這件事情呢 難道又要被週刊來定案了嗎 好 警方下一步呢 除了這個蔡壁如之外 心腹之外 可能約談到的就是柯文哲的老婆陳佩琪 以及她的得力助手黃珊珊 剛剛有提到新聞上面有說到 兩個人是被募集 他們是急敲門反洗錢的律師 疑似就是要幫自己的辯護做把關嗎 不過周刊講的真的是真的嗎 請大家務必要來求證 像是呢前幕僚張藝占 他就爆料說啊 市府11樓的市長辦公室 電梯有記者賭訪區跟前門 他要爆料的呢就是如何在市長市收匯這1500萬元的匯款 有什麼樣的密道可以走 他就說呢進入之後 依序是顧問室市市長市市長秘書室還有便當會的會議 就可以直通到地下停車場電梯的後門 因此呢省慶金要從停車場上門 就是經過後門跟密道就會來到市長市了 閉人耳目交付會款 不是不可能 那麼張藝善他的這個說法呢 難道是真的嗎 呼應了這個媒體的爆料 這個時候議員尤淑慧他就跳出來打演張藝善了 就說這一條路大家都知道啊 因為這一條密道其實只是公有送茶水 市長是同仁上洗手間的通道 而且他是把這個圖直接PO了出來 可以看到呢這個通道根本網路上疑似也是查得到的 根本不是所謂的密道 好我們就要來問司剛哥了 這一整件事情啊可以感覺的出來喔 就是呢 就是可以感覺出來 這個周刊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 要操作一個風向嘛 因為他們要配合的是北檢 不過現在好像以這個民調來說呢 民眾有一點點的信心動搖 似乎也在開始懷疑起阿伯 不過現在都還沒有見真正的證據 可以確認說阿伯真的是有貪污啊 或是有圖利相關嫌疑 當然後續還要查他的心腹 包括了蔡壁如以及陳佩琪 還有黃珊珊等人 不過呢根據剛剛戰役上的這個爆料 就是不攻自破了嘛 因為尤淑慧也說這個密道根本就不是周刊爆料 或是等等爆料出來這一些內容 想問一下那之後這案情 您覺得會怎麼樣發展 是否呢這個周刊會繼續來帶風向 未來有可能北檢會跟這個周刊 做出什麼樣的策略發展 第一個周刊每個禮拜二都會帶風向 這個無庸置疑的不必再去懷疑說呢 這個帶風向事情會不會停止啊 第二個我覺得柯文哲這件事情 慢慢會進入一個三人成虎的效應 就是說呢就是一個真生殺人 然後第一次講不相信 第二次講不相信 第三次他媽媽都信了 就真生的真的殺人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民調反應就是一個三人成虎 就是越講越多越久之後呢 大家懷疑說是啊這是不是真有其事 而是進而就對柯文哲的本人的人格 還有支持度呢就會慢慢去做削減 雖然幾次的民調看起來啊 民眾黨大概還維持在大概11 12左右的支持度 但是呢這種三人成虎的效應呢 最要命的是對中間選民 或是對一些觀望的選民 產生的一些影響 因為這才是未來民眾黨能否 這個東山再起最重要的一些支持者 這些就是原本沒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但是覺得阿伯 能夠特質不錯的這些原本的中間選民 如果中間選民因為這個收賄的事件影響 然後未來的支持轉了風向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可能達到民進黨所要的 預設的目標之一啦 那再來呢 你說柯文哲真的有沒有收賄 或是相關的情況 我認為北檢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什麼一槍斃命的證據 如果這樣一槍斃命的證據 周刊早就早就說出來了 不會等到現在 那你說去看這個慶喜人 慶喜人過去有很豐富的檢察官的經驗 然後辦案的經驗 那去請教他也未必是請教洗錢的事情啊 也可以也請教他有關於法律實務上面的 上面的一些法庭工房的事情 所以就把這個事情就連接起來 柯文哲一定有這個洗錢收賄 要去想做這些事情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就有點是看圖說話的 這樣的一些情況 所以這些的林林總統 案子這樣接起來 也差不多現在有三四個月的時間了 大家對這個柯文哲連續劇 其實看到現在稍微有點疲乏 因為劇情的並沒有出現一個很大的 大高潮 大翻轉 然後出現柯文哲 是個大壞蛋 那更何況 你知道一般的收賄 怎麼會在辦公室跟工地收賄呢 這個也是大家無法理解的一件事情 你看在開工典禮這麼多人 少則五六十人 多則上百人在現場 來到現場結束之後呢 拿一袋給你一千萬 或是一千五百萬 那是很大很大的箱子 還能裝這麼多錢 那更何況 你說在市長市 那個所謂密道 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 茶水間 然後他們這個同仁洗便當 然後洗水杯的一個地方 一個過道 那你就算車停在停車場上去 也零零鐘有這麼多人看得到 那什麼時候不好送 要非要在辦公室 市長辦公室在大白天來送會款 這個也是在跟大家的一般常理不符 所以我覺得這些情況 就是很多是每個禮拜釋出的訊息 坦白說到底是七分針三分假 還是七分假三分針 令人摸不著頭緒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柯文哲相關的幕僚也好 或是相關的律師 很多時候在做一些回應的時候 我覺得是要稍微再強硬一點 簡單一點 明確一點 比如說三個律師對於 是否在辦公室收賄這個情況 如果沒有就直接就說沒有 直接就說沒有 不要寫一些模模糊糊 法律未定案之前就不要 不要陷人於罪 那基本上的檢察官對你 也都是一個非辦理不可的態度的時候 我覺得他律師坦白講婚姻方面 也不需要太客氣 因為客氣也不會幫柯文哲 增回任何法律上的一點 尊嚴或是公平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 會繼續的演下去 那柯文哲看看他過年 農曆過新年前 能不能四個月起滿 能夠回家 然後未來這個真正的工房 恐怕會在法庭上正式起訴之後 才是揭開了另一回合的工房站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食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食奇蹟 國富路全效精華 精華霜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天Tu 2019年 師立即懶得 英文能 公司 英文能 修復 公司 正在 結束 英文能 維 聰節 英文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